李总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蛮尊重你的 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 你对他的忍受忍让 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真的是 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也真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我也想问问你啊 就是你那个生意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怎么说呢 太急功近利了 我投资投了好多项目 投了得有八十多万 全赔了 你有没有想 你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到现在为止是负数 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 不是你急功近利 而是你的能力 不足以让你做生意 后来我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还要想再做生意 你的上一场生意 赔了差不多轻压荡产 你还要再找机会 再做生意 你不是有病吗 你还没有想过 你要脚踏实地吗 做点实事吗 所以其实说 你说你在床上怨天尤人 你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呢 你有没有躺在床上怨自己 无能窝囊 要为家里边做出贡献呢 十几年了 我真的是不想拆散你们 我觉得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从今天起 这一辈子 不要再做生意了 你为这个家庭赴点苦工 做点贡献 如果你现在再不能脚踏实地 我觉得就立刻分手 还什么再等一年 再等两年 什么再等一个月两个月 创业是你一两个月就有了吗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不改变 我觉得带着孩子一定走 好 谢谢丽总 来 严老师 跟妻子交流一下 2018 17年之前 日子过得是挺好的 因为他赚钱 17 18年之后 日子过得不好了 因为他不赚钱 除过他不赚钱之外 其实其他没有变化 这个男人从根上不干活 不爱家 不照顾你们 对吗 所以他根上就有问题 你的那个干妈的儿子 干兄弟 他是单身还是有嫁呀 有对象 那他有忧愁的事 久后就找你聊天 你不怕把人家的这对象 给搅黄了 没有 我跟他对象关系也特别好 我跟他对象 也是属于小闺蜜的那种 我俩经常在一起玩 防火 防灶 防灶 对呀 差用我说嘛 所以我觉得你 不管是这段婚姻继续 还是说我就不干了 我再找一个 你也从根上 有一个观念必须转变 你对一个男人的评判标准 不能是他 好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忽略 不好的时候 什么都是毛病 我这个好指的是赚钱与否 你们从根上 你就没有把它调教好 所以他今天变成 我不赚钱了 我在家还是什么都不干 我还是不关心你 我还是不知道你心里的苦 从头就不对 有苦有仇 你去找一个 还很惆怅 酒后土真言的异性朋友 所谓的干妈的儿子 干兄弟 你不觉得这也不好吗 这只会让你的生活越搅越乱 半夜十点多 喝完酒给你打电话 这但凡谁听起来都不太正常 也不怪他这么说你 所以希望你不要在男女关系上 再一次犯错误 从一开始就要清晰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需要有怎样的品质 我要怎样去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 帮助他来持续这样的品质 当然我觉得你也不见得真的想离婚啊 连孩子怎么两个人分离都没想好 所以你自己要清晰啊 先生我想说的是 人生家庭事业要想 有幸福感 有成就感 那是在每天每时每刻的 你生意失败了 那人生就没有了吗 你把你每天的价值体现了 你依然可以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现在没有好的机会 或者之前你受伤了不能够工作 那我们能不能把每天的价值体现一下 你做顿可口的饭给你老婆 你说点甜甜蜜语让老婆心里舒服点 你半夜去接接他 听听他心里有什么委屈 你把每天每时的价值做到 这婚姻能维持啊 如果你固执地只认为 我赚了钱 我家就好 我不赚钱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再想想办法 你办法也想不出来 日子也过不好 踏踏实实找份工作 踏踏实实对老婆孩子 照顾好你的父母 就这样吧 谢谢 谢谢杨老师